我幫我們拍照 好 我講的題目很大喔 那個盡量很快講 有問題事後再問 我先講這封面照片喔 這是大概六年前我果園冬天的照片 這已經成為歷史 現在不會有積雪 只是現在跟你們講就是 現在氣候變化的很大 大雨嶺 大雨嶺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是 一些我們友善耕作 我在實務上跑山區 就溫帶農業跟熱帶農業碰到的事情 就是山區的短期作物跟平地 平地光鏈板 剛才有講的 平地光鏈板現在 一甲地的租金大概是35到40 然後 山區你現在看這個福州山農場拍照的那一年 他的租金一甲地可以到180 甚至有的含到200 一年喔 我能跟你講一個最簡單的比方 就是平地一甲地稻田的租金 一年大概以前是6到8萬 其實整個山區 整個短座就是被這個扭金 那個誰喔 租金就被扭曲掉了 那他報了嗎 那是怎麼收的回來 蛤 收的回來啊 他這一年 一甲地大概他的營業額 如果颱風多一點了 可以破500 然後 山上這邊 其實山上講白一點 在疫情之前 大理山地區 的外籍的實際人數 應該是多於本國籍 其實你到了華岡那邊幾乎都是講外國話 講什麼話 就是越南啊 泰國啊 只有老闆是本國人而已 只有老闆是本國人 其實 台灣的農業 因為糧價一直被抑制 其實你身為一個業主 然後再加上租金 其實你要賺錢 你一定想辦法cost down 找最便宜的員工 而且讓台灣的都市的工廠 其實對外勞不是很友善 那你跑去山裡面還比較自由 以前這個在山區 南山部落 這叫果園區 現在全部是菜園 其實農村 他的 我經常講農村的地景 是怎麼行訴出來 其實是市場決定的 不是農民願意種菜 很快的講過去 其實 我們今天在講有機農業 其實大部分有機農業操作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小農市集也好 大部分的品項都是短做 可是我們今天 我們如果要朝著永續的經營去 農地的經營去看的話 其實你要保留相當大的一部分 是做長期作物 你才能做到土壤的固炭 然後你的樹木才能把炭鎖在裡面 你減少土壤老洞 你的肥料也才能減少食用 所以 怎麼增加多年生作物的種植面積 這才是 比你如何去推有機的種植面積 還要更重要的事情 因為台灣還有另外一點 我們加入了世界貿易體系 所以我們整個大部分的多年生果樹的產業 幾乎都被打塌了 我們先看這個 這張黑白照片是我拍一個外勞 在山區務農 這個是一個張曼草的茶園 隔年我經過的時候就變這樣子 就一年而已 而且我跟你講 颱風越多 不要以為颱風越多 菜農越煩惱 抱歉在高山上 颱風幫高山的菜農消滅了平地的籌碼 會推漲 所以你只要颱風越多 反而會造成隔年的山上的租金的上升 不過現在山上的租金往下掉了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一直跟一些友善農耕界的前輩講說 台灣的病蟲害 由於全球化農產貿易 我們海關也是很寬鬆的 所以我們的病蟲害其實很嚴重 多年生果樹不能夠硬套有機的標準去超越 否則你永遠就只有幾戶 很特別的農戶辦到 我是不用農藥的 我十幾顆蘋果樹去年收成70斤而已 我一顆要賣多少 這麼講 我是平常我在上班 我可以這麼幹 你這樣怎麼會有發酵 對阿你發酵你那一罐要賣多少 然後發酵 發酵我 我擺照FB上賣 我還要擔心 有人會不會說去舉發我這個有沒有標示幹嘛的 那個 食品加工法規 那個又是另外一個 你又不能光明正大賣 對不對 這事情我都賭過 很香的 對阿 那是很香的 我也跟賣給朋友而已 我不跟光明正大賣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 高海拔種菜 中海拔 種薑 其實我在買花蓮農地之前 我有來苗栗這邊看過 我在買地的時候 一個仲介會跟我講說 他在貼買下去 你不用花錢錢貼 拿你請貼手 你就做到房間 種薑 種個兩年之後 你再地再收回去 你還可以收租金 你要不用自己花錢 你要幫你搞定什麼 隨兔寶石那些 所以中海拔之前 公司就拍過 有沒有 開薑屁圖 薑就是那個薑 然後現在低海拔 種農舍 這個 尤其現在更嚴重的 光電板的事情 我就不多講 這個也是 本來是果園 那個菜價租金 一翻轉 就變這樣子 這本來是蘋果園 那就沒有 就沒有 現在就種菜 種種菜 種菜 種菜地位比較高 對對對 種菜它 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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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講 大家都在種什麼 在高山上 你只要看到這一整片 你可以看到 只有這邊是茶園 這邊茶園 你可以去花崗 他那邊有兩三間很高聳的茶廠 那菜夠哪有選茶園 沒有啦 那真的是茶園 是茶菜嗎 對啦 茶菜 那上的而已 只有分多茶 他就一個茶廠 拍照出去 我這邊有茶園 就這樣子 他就這樣賣茶 可是一分多地之後 旁邊全部都是菜 台灣的茶葉 大家都以為他價格很好 可是他還是被菜價打敗 不要懷疑 你有空去花崗 其實我拍的都還是很客氣的地方 那個真的 跟做很糟糕的柚子有去拍過 看空拍機拍 比我這個飲醬還要糟糕很多倍 是因為菜價一直長 所以他超過那個嗎 因為夏季的時候高麗菜還有一些蔬菜 這將現在氣溫上升的原因 所以你有些菜要長得好 品質要好 就山上溫度才 其實這個也是整個氣候暖化 那把平地的菜產業某些品種 往山上推 不是消滅掉 他找新的耕地 另外一個地方就是 我們太多因素造成平地的 農地的價格上升 當然山上也在飆升 山上這個現在 這個也是算平菜賣 一瓶大概兩萬塊 不要懷疑 買賣啊 這原住民保留地 好 然後 現在國土計畫裡面有一個 我現在他們正在放火燒山開地 連這個都很陡 中餐 放火燒山 一分鐘的植皮偷醋 好 那個就跳過了 所以就 寸土寸金的豬金 這個以前我種的蘋果 漂亮 沒有啦 這個時候一年還有噴兩三次藥 我那時候做 為了要生存 你還是要噴少量的藥 還想請問 貓幫我們摘蘋果 看貓過日子 那個樹幹看起來很粗 對對 他年紀跟我差不多 那個快五十歲 我爸種 好 然後 其實現在山區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 現在在尊重傳統領域的同時 可是 之前 台大有一個 他們梅峰農場副廠長有講過 其實他在 我們開放傳統領域 政府在開放傳統領域 這件事情之前 他就有講過 其實山上要重新整地 你要規定好哪邊可以做 長期作物 哪邊做短期作物 哪邊做比較有效率的種植 哪邊蓋溫室 哪邊排水 哪邊造領 哪邊做生態回歸 其實 他意思說 山區要做一個 土地重化 土地重新分配 可是現在政府只做到 尊重傳統領域 其實另外一個段話就是 他土地重新再回 還給原住民 可是 國土句話 第二句的大意就是 尊重原住民的 傳統耕作智慧 可是在現實的環境底下 他們為了拿到市場去賣 他們必須拿著工業化的 耕作技術上山去做 所以在造成這些狀況 其實政府必須及早面對這件事情 尤其在傳統領域裡面的活動行為 這件事情上 否則遲早碰過兩三次大的大雨之後 山上目前的耕作狀況 一定會受到一些抨擊 再加上 我們這樣子 這種短座 山上根本沒辦法保水 那個細節都不作獎了 我簡單這麼講 沒有合理化農業的存在 就是我們 我們講的合理化其實是 就是植物保護手冊裡面 農藥減半再減半 這是辦得到的 因為我這樣辦過 還有肥料就是減肥再減肥 大概就是 農委會規定的劑量的大概四分之一 其實就可以辦得到 不論化肥跟有 其實問題是在於 你不論有機會跟化肥是過量的 這是我在花蓮 我活動的地方比較廣 就是大雨嶺還有花蓮 我有參與阿美族的年齡階層 我原住的名字叫Gaguru 然後這個是 那時候跟部落同一個年齡階層 提議 我們部落很好的水 我們去 開始帶年輕的下一代 你會發現我們農村希望是年輕的下一代 去整理自己的溪流 很多東西不需要先看太偉大的夢想 先從腳底下垃圾開始堅決 這邊大概就是講 就是說 我剛才講 游基坑做四十四地四重 但是四十四地四重 對多年生做的來講 也很容易崩盤 你有些水果同時出來 抱歉這樣 那時候 部落裡面採集的菜 我很快跳過去 種了水果 我們台灣的水果要打敗進口 絕對不是用之前鳳梨的方式 去吹噓自己種了多好 而是你真的要種到 真的很好吃 我的西瓜梨只要有吃過了 大概就知道 台灣西瓜梨品質應該排前十名的 重點就是要玩手 還有你的冷鏈怎麼出去 採收 很快跳過去 因為這之前這是兩個小時的 OK 那我們做到最後三十秒 最後三十秒 最後三十秒 可以挑一下 分享 這是我們那邊的小學 我看一下 我蓋一個 我看一下 其實農地裡面最重要 如果政府要撒錢的話 其實是做生態 一些基本的調查 我們不是要調查很高階的生物 反正我們是要調查第一階的昆蟲 可以看到後面 抱歉 這個是田間生態 PGS 這是公司到我那邊拍的時候 製作人到我那邊做田間調查 當然有配合一個昆蟲學家 其實生態指標的建立 才是將來有機農業的基礎 你才能夠依據這個去發綠色補貼 而不是根據你的農藥殘留量 去發綠色補貼 我們今天我們的有機法規 只是不讓消費者吃到農藥而已 但是對我們的生態一點意義都 其實意義不大 尤其像苦茶婆的使用 一弄下去 田中的泥丘 蝦子那些都沒有 這是我的生態詞 我剛才有跟大哥解釋 這跟部落協調之後 我這水泥化的生態詞 我水泥化 我最後還是能夠農藥生氣噴火 裡面有寶玉種橘子刺激劑 有泥丘 有天羅 有黑殼蝦 有過山蝦 我上個禮拜回去的時候才看到 我的蝦子是會爬出水面 到旁邊的薄花丁館就對了 我搬去花蓮的時候 當地人跟我說他們的蝦子 為什麼叫過山蝦 因為真的會爬山 我不相信 直到上個禮拜 我家的蝦子真的爬上岸了 怎麼可能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好 那我們就 沒有 就結束了 因為只有 這個 不是不是 這善雨 善雨 善雨 身體 我的媽媽 好 那我們還是先謝謝 謝謝 謝謝